感恩 他们都没有表情 王妇把一些像户口不一样的本子 交给了我们姐妹 梦醒后 我赶快许愿了一波108张经文 组合小房子给父亲 十几天后 母亲无缘无故的腰和腿部开始痛起来了 当时母亲没在意 就抹了一些药膏 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母亲疼痛难忍 身子歪斜 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 通过推拿 拔罐 针灸 不但没好 反而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 我母亲也梦到两位亡人 母亲先许愿一波108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其中42张给梦中的亡人 其余都给他自己的要经者 同时还请一位名医给母亲治疗了将近20天 母亲夜里还是经常疼痛难忍 不仅没好转 反而越来越消瘦 腿都已经开始萎缩了 看着母亲痛苦的表情 我们越来越着急 让母亲加大怨力 再许愿5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他的要经者 放生1200条鱼 放生两拨49只共98只甲鱼 同时还采用各种治疗方法 又过了一个多月 还是不见效 母亲痛得不行 最后打算只能去住院治疗 我们身边的一位师兄也梦到母亲以往生 我们想到可能还是愿力不够 之后我用心跟母亲交流 母亲终于想通了 立即跟菩萨许愿 一年之内放生一万条鱼 放生500只甲鱼 另外再许一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一个月内先许烧送108张 还许愿念一万遍解节咒 一万遍消灾吉祥神咒 一万遍往生咒 每天各念108遍 当母亲许了大院后 立刻感觉能量充足了不少 有精神了 脸色也红润了 感恩菩萨慈悲加持保佑 后来 我又在大佛台前把母亲的愿力又重述了一遍 我又许愿 把帮助师兄们设佛台的部分功德转给母亲 请菩萨慈悲帮母亲消业障 消灾解难 让母亲能够多一点时间留在人间念经还债 消灾严寿 也让我们子女多一点尽孝的机会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菩萨慈悲安排了一位老中医 当晚母亲喝了中药 终于睡了一个久违的香甜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母亲精神特别好 腿部明显好转 母亲千感恩万感恩 感恩菩萨慈悲就她 母亲终于露出了笑脸 母亲现在也很精进努力 每天坚持做功课 经文组合小房子也坚持念诵 在此我们也非常感恩师兄们的帮助 不是一家圣死一家 无比感恩师兄们的发心与大爱 母亲现在恢复之中 一天比一天好 我相信母亲在菩萨的护佑下 一定会很快完全康复 在我提笔前 也就是冬至前一天的早上 我先生做了一个梦 菩萨梦中显化了我们家祖辈也有杀业 师父开始说杀业报三代 现在母亲就是果报献钱 逃都逃不掉 因果报应真实不虚啊 冤冤相报 一切都在轮回中 师兄们 杀业的果报真的太厉害了 不仅自身消福报 短命 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且还殃及子孙后代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让师父把心灵法门带到人间 让我们懂因果之佛理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我们要好好学习白化佛法 开启智慧 多做功德 多忏悔 多放生 多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宵夜还债 我们是多么幸运 此生能得益心灵法门 得益恩师亲自指导我们 学佛念经 修心修行 我们一定要珍惜佛缘 希望我的真实分享能度到更多 有缘众生 捧起经书 学佛念经 吃素 戒杀放生 离苦的乐 我的分享结束了 在分享过程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南摩世家谋尼佛慈悲原谅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兄们背 卢军红台长博客精彩感言摘录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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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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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